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这类事情的时候应该如何阅读 各方应该如何才有一个最客观的研判 我们说的是在加沙的一间医院被射中 造成大概500人左右死亡 都是一些平民 无论什么角度看都绝对是人间惨剧 但是究竟哪个责任呢 类似的案件其实是发生过很多次的 每一次战争 我们看回王籍 以前我们也有相关的分析 都一定会有这一类的事情 接着就各说各话 每一遍都说不是自己的责任 我们先看看Larry怎么看今次的一件事 那我们再回顾和前瞻 好 Simon好 大家好 我想说起今次 就是这个那个医院 加沙的医院 那个的伤亡的事件 其实这件事本身 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事 包括第一就是 哪一个方去攻击这个医院 因为就无论是哪一方 去攻击医院 我们一般估计就叫做 违反了日内牙的公约 你说在那个日内牙的公约里面 就是你说打仗 就可以攻击军队 但是就尽量就不要攻击医院 等等的东西 就会违反了一些 我们说人类一些的 很基本的原则 所以就今次攻击医院 就为人救病 但是也都见到有很多的传媒 包括先游 巴勒斯坦或者哈马斯这边 发出了一个声明 就是以色列做的 而里面是有超过500人 那个死亡的情况 所以其实一开始 就是大家看到的讯息 在传媒那里发放 最明显就是两个讯息 第一个就是医院被攻击 是一个恶意攻击 第二个就有500人的死亡 第三个就要你间接性的接受 其实是谁做呢 倾向在一个大的范围里面 那个说法都是以色列 但是这个说法一出来 是挺爆炸性的新闻 甚至乎你说 在全世界的传媒 就是去做的时候 你看到很多 例如说 外国的一些出名的传媒 我说不特别 是哪几个 他们都不停地 那个headline不停地转 headline不停地转 都是随着第一 就是他们的消息收到 要不停地修改 第二个就是他们 也都不停地出这些news的修改 似乎是否要误导大家 去看一个方向去做 这个也是我们今次 比较疚病的 就是那个传媒 如何去操作 就是以一个受害者的角度 去报道新闻 那我相信Simon和我们 我们都看开国际新闻 都很清楚了 那通常播得新闻 都一定是以一个受害者 悲惨 善情的角度去做 那我们都很清楚 那但今次我们讲 就是说 那个credibility 就是今次那个 传媒他去做fact checking 那里呢 那个过程 你说做得有多严重 或者是其实 消息里面的来源 就是通常我们讲 做一些cross check 那些cross reference 你看到其实 这个情况是相当不理想 那但是信息 就已经传阅了很远 例如说 说到 例如 《卫尔加日报》 就有一些信息 就被传 就说是以色列的炸弹 那就是袭击 今次医院的情况 那说到这样 就已经有很多人看 转发了30万 的转发 那最后呢 就 《卫尔加日报》 出了一个声明 就说不是我们有这些假新闻 那麽呢 《卫尔加日报》就帮他 去做一个洗白的情况 但anyway呢 就是你要见到呢 就在那个战争里面 那个消息的发放 真的非常混乱 那对我们的独立园体 去做这些fact checking 当然都会有困难 但我们会看到就是这次医院被袭击 我们是有几个疑问 是会带出来的 那第一个当然就是 究竟是谁攻击医院 那我们会从很多不同的证据 去跟大家讲 今天会讨论 但第二个也是 究竟那个伤亡数字 那个核实 谁去决定的呢 就是谁能够去查证到死亡人数 包括受集的范围 有没有人去估计 合理的死亡人数应该是什么呢 究竟是什么人是死亡 究竟是医院里面的伤者 还是聚集了在医院附近的难民的伤亡呢 等等这些呢 其实一直都等不到 很多传媒或者独立调查机构 出来讲 所以就我们连日来 去cover的战报里面 我们也有做我们的分析 所以就在这个情况上面 事实上今次的战争一个特色 就是很多消息 很快出来了 但是就无从辨别的真假 所以很多网友读者 来到这一步 就真的要用大家的智慧去判断 其实你真的在看什么 所以在我们现在去看 那个研判的过程当中 有几个dimension可以看的 就是在最微观的层面 就是exactly今次医院是谁 是谁 但是其实只要再拉开一步 其实双方都会有一些 每一次都是合用的说法 以色列就会说 卡玛斯明知道那里这么多平民 人口这么沉 你还经常这样襲击 那你真的将全部 巴勒斯坦人作为人盾 而巴勒斯坦 就是卡玛斯那边 他一定会说 以色列明知道这里人 这么多都是这样 亂射飞弹 你总会射错的 那你真的完全是 濫杀无辜 那双方其实呢 每一次战争 在过去那十几十年 这两个论调都是不断不断重复 重复又重复的 因为确实那两个说法 都不会有错的 一个禁人已经沉默的地方 你论如何精进的科技 都会射错 又或者有些尊登 什么原因都好 都是会出事 所以咬下去 永远都是无忧无耻的 那双方都会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事情 无论precisely 今次谁做都好 都会衍生出同样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其实就没得解释的 还有各方面都不会刻意避开这些惨剧发生 因为明知道整个套路都是这样的了 发生了呢 就是这样的 双方都是 那其实今次我们先在微观的看起来 你认为 就是likely 哪一边做的多些 那我们再一层一层脱上去 看看就算是哪一边做 或者不是哪一边做 之后的consequences 又会是什么呢 其实呢 今次involved a party 就主要应该有三个的 那一个呢 就是类似哈马斯 那一个呢 就是以色列军方所说的 就是这个巴勒斯坦的伊斯兰聖战组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P.I.J. 是P.I.J. 是P.I.J.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以色列军方 其实就三个parties 那你说谁做呢 我就觉得是难说的 但是你说不是谁做 就会比较容易一些分 如果我们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观察什么呢 就是我们先看一个现场的情况 那现场的情况 包括来自以色列军方 就是给出的一些卫星图片 那我们会观察一下医院 当时呢 究竟在哪个地方授杂 那如果看回一些卫星图呢 其实呢 授杂的范围呢 原来主要呢 都是比较集中在那个停车场 那那个停车场 其实跟那个医院的主建筑物呢 其实有一大段距离的 所以你说如果在那个地方 主要其实呢 现在现场呢 看得到那些车呢 就烧焦的情况 比较厉害 但是你说其他建筑物呢 就似乎仍然都保持相对完整的 没有说那些什么主建筑物 受到破坏 那这个情况的判断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集击就应该是由一些火 就导致到那个车辆的大量受破坏 那但是似乎就没有一些巨型的爆炸 就是或者一些巨型的一些炸弹 爆炸物呢 出现就令到附近的建筑物受损 起码我们看不到那些建筑物呢 是会有倒塌啊 或者是结构损坏的情况出现的 那就是说那个爆炸呢 其实那个威力就似乎非常有限 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判断 而第一个判断 大家要看那个蛋坑 那个蛋坑呢 我们去观察 那大家看到就一位呢 应该是巴勒斯坦人 那么就寄一个蛋坑旁边 那我们假设它的身高大概 我目测就是一米八左右 那它的蛋坑如果大家看的大小 就绝对是去不到超过一米的蛋坑 那这个蛋坑也都呈一个 不规则的散射的形状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因为那个火力不足 还有我们说的那个攻击的斜角 那个角度的问题 那就不算是一个飞货呢 就是比较垂直的角度炸下去 那所以出来的蛋坑就不是那么完整的 这个表面 那也都有一只烧焦的位在那里 那会似是什么呢 就似是接触的时候 就不是一种受控的炸弹 就中了才是启爆那个引讯的问题 那所以似就是表面炸下去 已经是着火的东西 就不似我们说的 以色列用开那种JDEM的炸弹 或者之前误传是华尔加日报说的 Mark 82 就是美军一种重型的炸弹那种打法 那所以如果我们根据 以我们军事上的认识 或者以色列军方也有提出到 所以这些位置就是 那个crater 就是那个通常炸下的蛋坑 以以色列的武器 例如我们说的JDEM 联合直接攻击炸弹 或者是SDB 小直径炸弹的范围 大概是7米至19米不等 但如果你观察这个蛋坑 我们说到半米都不知道有没有 而那么浅的弹行 和那么不规则的弹行 就跟刚才我们去说 就是你说用到那些美军 美式武器那种炸弹的完整 他们比较整齐的半径 看上去的形式是相当之不同的 那么以色列军方就以这个crater 即这个坑的形式 和附近爆炸的情况对比 就是说这个绝对不是来自以色列的武器 那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它附近的建筑物 也都没有牵涉到巨型的一些爆炸 或者被冲击波所伤害 那附近的建筑物也都非常完整 也都没有似乎受过大火 或者很大的攻击性的破坏 所以这个是不是得出了 就是它并不是由以色列的炸弹去造成呢 那这个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说到就 我很难说是不是以色列 但是如果照看下去 就似乎并不是以色列常用 我们的建筑性 去造成大伤亡的那种炸弹去造成 因为今次都说有500人伤亡 就没理由第一 那个范围是这么限制 而那个范围也都集中在一个 理论上不是最多人的地方 就是我们说停车场 就不是人群聚集的地方 所以这个以色列的情况会少些 那当然另外你说透出了 你说伊斯兰圣战组织有两个operator 他们在当中就牵涉到那个火箭等等 那些袭击的情况 那我们就不代表什么其他讨论 那你说哈马斯那边呢 也都没有带到什么特别的证据 那当然有另外一些证据来说 之前是见过在加沙地带 那些片段在半岛电视台流出了 都说他们有一些火箭 就来自加沙的上空 就一直这样飞过去 然后就最后就有一两支 最后就落了 就落了泥的情况 那当然这个我们就不去特别讨论 你说会不会是最后他们 触发到在以色列的 我们说的铁供系统去拦截它 然后铁供系统拦截了之后 有其他的碎片击中医院的那些 就这个技术问题 我们有机会再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那个铁供系统的 如何运作都会多说一些 所以就现在很多的证据 看上去其实都不是太像是以色列的 那就是你说補充多一点点资料 就是说到那个飞行的路径 似乎都仍然是在那个加沙地带出现 那所以那个火箭最终会不会是失效 然后就跌到医院上空呢 那这个就没有一个直接的证据 那这个似乎是以色列单方面 就claim就是圣战组织或者哈马斯 其实他们当时是想攻击以色列 尤其是什么呢 如果根据那个飞行轨迹 他应该想攻击的目标是特拉维夫 那特拉维夫如果他进攻的路线 其实接近 那我们也有做一个参考 就是来自2022年的8月6日 那当时就来自这里的伊斯兰圣战组织 那他就发动了一个攻击 对着加沙城外的以色列城镇的攻击 其实大家看回路线 跟今次的路线是非常之相弱的 那主要原因是 相信在地道运火箭出来的出口 其实就应该都是大致是那些位置 所以就火箭发射的位置 大家看到都是非常之相似的 而攻击的路线也是非常之相似的 那都是会经过医院的情况的 那会不会是这些火箭中间出事呢 那另外有一支呢 大家常说的那支火箭就是R160 就是近日 那哈马斯仍然是继续针对着 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射击那支火箭 那它本身就是由中国的设计 但结果在医院上空墜落 导致今次的事件又是另一种说法 所以暂时就看了 我们就很难指定是哪一个party去做 但我暂时相信我会排除了 是以色列军方 就是他们刻意去攻击 就是现在的加沙医院去做这个情况 是因为正路的逻辑 就是如果以色列要做这件事 找不到什么很明显的动机 拜登也刚刚访问 就是正常的逻辑是这样 那当然另一方都可以说 他特意做到好像不是他 但也是想推荐的 那其实这样说下去 就是很难在战场上 找到很具体的确凿的证据 但是我们正如刚才这样分析 如果是巴勒斯坦任何一个激进派 是自己做的 无论是刻意还是不小心 还是意外 但是对他们的受众来说 分别其实也是不大的 因为你看到资讯战 是不是都是这样传播 你觉得无论谁做都好 现在这件事发生了 会怎样影响战场上 和全球对双方的同情 支持 支援等等的形势 我相信第一个情况 就是在阿拉伯世界 阿拉伯世界 已经成功团结了各地的 伊斯兰教徒 他们的反美国 以及反对伊斯兰的情绪 以及反对伊斯兰的情绪 所以现在这个玩法 大家认为 这个计划 会和哪个派对的利益 最大化的道理 差不多有些像伊朗的利益 包括把美国和伊斯兰 都列为中东的首号敌人 我们也有观察到 就是其实在那晚之后 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教徒 其实都走了出来 他们去做多不同的抗议 包括我们看到 在美国白宫 外面也有一个抗议 我们看到的 然后在巴勒斯坦 即是在西岸 然后我们看到 在伊斯坦布尔 在黎巴嫩的贝鲁特 甚至乎在伊朗国内 也有很多大型示威 都走了出来 所以如果这样 第一个就是 那个号召力 在中东的号召力 似乎已经成功引发到 伊斯兰教徒的反应 这个当然 和近日 中东和平进程 你会不会抑压着 很多伊斯兰教徒的情绪 一下瞬间就爆发出来 这个爆炸力 我们看到就很厉害 变成了 以色列这一刻 国际形势就比较恶劣 真的在中东里面 又再次被激进的 伊斯兰的气氛包围着 那会不会再激发 在那个区域里面 更加高的冲突呢 又或者会不会有 一些孤狼式的攻击 或者一些恐怖主义的攻击呢 那我们都会观察的 第二个就是 刚才我们说到 因为区域里面 现在煽动的 除了以色列 也有美国 所以我们刚刚就看到 有美军基地 在伊拉克里面 有两个美军基地 受到襲击 虽然 他们襲击的规模 不是特别大 其实都仍然是一个受控 而且 也只是有人受伤 没有死亡的问题出现 但都已经響起一个警号 就是美军在区域里面 又会再次受到成为 被针对和攻击的目标 那是否代表 美国需要在中东 第一个就是 究竟他需要在中东 完全去撤离 去保护这一批 美国的军人 还是他需要增援 增加更大的武力 继续继续继续 现在的形势 大家都看到美国倾向 采取增兵的形式 包括加派了航空母艦 加派了他们的部队 第六艦队的指挥艦 甚至乎都要下来 指挥艦的角色 下来当然就是协调 如果有大战的时候 怎样做到一个指挥的角色 你看到連司令也下来 就是说 如果真的有什么大件事 就真的是一场大战 基本上就能够立即进行 那那个动员 和那个策划和指挥 都可以由司令直接去做 所以那个效率会很高 和战场上的回应会很快 也会非常有力 那这里是否代表 拜登觉得在中东里面 一手软一手硬 远的就是他都尝试 开一个四国的会议 包括和约旦、埃及、巴勒斯坦 原先去谈一个四国会 但是现在的会议 都已经被取消了之后 是不是就接近 会预示了 会有些可能更高的危机出现 所以有更高的武力去应对 这个就是第二个 我们看到中东的形势问题 但是你说在世界各地 就是我们都见到很多 伊斯兰教徒 无论是英国、法国 我们都见到 他们那些反犹太的情绪 以及他们本身的示威浪潮 都很大 也有很多左傾的媒体 我们看到 究竟现在的事件 这个情况 第一,会对以色列的政府 他们要控制他们三大目标 我们经常说 第一,就是要保护他们 以色列的人民 第二,要拯救人治 第三,要铲除哈马斯 是不是刚才我们说的浪潮 刚才我们说的一些冲击 会不会影响到 今次以色列要精准地去进行 这三个大目标的能力呢? 那我就会对今次他们达成这个目标 所以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形势 有两个跟进的问题想探讨一下 第一,如果在哈马斯那一方面 是他们更加激进的P.I.J. P.I.J.又不完全是他们的盟友 又是存在竞争关系 因为都是要跟伊朗的资源等等 但如果是这一方面对他们来说 那客观效果是比较容易操控的 无论是不是他们做 只要有大规模的加沙平民死伤 基本上阿拉伯世界就会同情 那他就会做到他本来的效果 而他制造了整场冲突的目标 都是想事態扩大化 然后制造仇恨 重新去设计划 那换句话说 其实对哈马斯来说 他真的没有什么制约 要疼他们自己的平民 如果客观效果他们想这样操作的话 那你觉得如果是这个逻辑是成立的 那他们以后是否会有更多这些惨案 就是无论是哪方做也好 是不是刻意做也好 最少他不会刻意不想这些事情发生 这个有少少阴谋论的逻辑和观点 你会不会认同呢 你讲到阴谋论那里 其实也有很多有趣的政治画家 就是他们有时画开就说 西方以色列也好 他们的防系统就是先进的美式系统 例如我们的爱国者阿沙德 但是对那些恐怖分子来说 他们的防系统就是他们的人民 就是用人盾来当 这个也可以说是一方偏见 或者你当是幽默就算了 但是事实上给我们的印象也是 包括在2014年 其实当时以色列和加沙这边 其实都是有一个大的冲突的 当时以色列也有派部队进去加沙地带 进行掃挡攻击的情况 亦都是很紧张这个情况 所以你说今次以色列面对着这个压力 我觉得哈马斯这边 第一他今次是否仍然可以逃出生天 仍然可以生存 还是他们可以 可能说高层已经是离开了 就是他们最后最高层的成功逃离 然后就是借斯还云 再在另一个地方继续拆挂 加沙或者其他地区的巴勒斯坦的革命 或者那种反击 都可能会有机会 但是你说他们去利用人民的民团 就是在加沙地带 就是我们观察 例如说他们在加沙北部 那么接下来就只能够说 如果真是以色列的部队攻进去 真是攻进去 加沙的北境 然后就在北部开始掃挡 那么他们最后的目标是什么呢? 我们观察到一个报告 来自兰德智库 美国智库 兰德智库在2014年 其实已经做了一个报告 以色列他们已经 planing好 有一个小中大的计划 小中大的计划 小中大的计划 就牵涉如何对加沙地带 去清缴哈马斯的情况 那么小中大里面 小的就是不进入一些人口沉密的地方 去清缴哈马斯 但是当然效果就是最小的 中的计划是要进入一些人口沉密的地区 但是都仅限于整个加沙的北部 但是如果去到大型计划 就真的牵涉到整个加沙的地区 都需要覆盖 那么如果根据兰德智库的这个 在2014年做的评估 那当然可能现在 还是不是适用在2023年呢? 就是我们都有怀疑的 但是没办法 这个是最新的报告 那么会不会是在执行最大型 我们看下去迟的 就是因为它现在牵涉到 已经不是小型 说不进入去的密集区域 那么会在那个北部 还是会停留在北部 还是真的会再去南部 进展整个加沙 我们暂时还没看得到 就是你说它封锁也是封锁北部 那所以就 来到哈马斯 又会不会继续做人团 然后然后 这一局的冲突 好像2014年那样 完了之后 可能过多几年 又有这些冲突又会再发生呢? 就要看今次哈马斯 这个组织 或者它的后继者 例如圣战组织等等 是不是真的在今次事件上 都会被以色列一并地 在加沙地区铲除 或者是完全将它们的势力 是踢出这个加沙地大 那也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加沙地大 那个人道的问题去到哪里? 包括水电 啊 卫生的条件等等的东西 就是医疗物品那些 就是 即将来 就包括在 我们说在埃及的边境的进入 那这一边的人民 他将来的 就是 维持生命的情况 会去到哪里? 联合国又可以做到多少 哈马斯 会不会在这里 从中去截劫? 那当然 你看美国 以色列都说了 如果真的会有哈马斯 他们沿途折劫这些情况 他们就会立刻去停止 现在的supply 不过当然我们不会知道 就是当中会有多少呢? 最后都是会落到哈马斯手上的情况 大家都不想见到很多东西 所以到这里 暂时很难预计 不过能够预计就是 哈马斯 或者刚才说的圣战组织等等 潜伏在加沙里面 就很视乎今次的循环 会不会再出现以色列的决心 究竟可以清剿到他们多少 甚至乎将他们的干部 或高层多少是捉得到 消灭得到 还有最后要牺牲多少的 当然我们相信除了以色列部队之外 其实就一定是无可否认 可能是数以万计的 这个加沙里面的居民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这场战争到现在为止 在哈马斯角度 都很符合他们的预期 他发动特集 其实很明显 这一场特集本身是成功的 对方措手不及 现在医院这么大死伤 基本上国际舆论 是偏向同情他们的 同情加沙里面的巴勒斯坦人 那是不是现在 距离心理战这方面 都是暂时处于上风呢? 这是一个好的观察 因为现在看回 至乎哈马斯今次 我预计是一个操作在做的 操作包括第一 第一就是他很清楚媒体如何操作 就是刚才我们说到 就是西方媒体的操作 首先要有一个故事的串联 而通常都是悲剧的人物 通常都是一些弱势 弱势社群 在整件事里面 是一个无可奈何 一个不可逆的力 去撕在一些受害者的身上 最后就博取大家的同情 眼泪 然后就去刺激收拾等等 似乎哈马斯或者他们背后的策划者 很清楚 其实现在全球媒体的操作 所以无论是镜头 和今次他们去引述哈马斯放出的消息 亦都恰恰好 就是可以配合到大家 在不同媒体 看到的那些headlines 头条 内容 其实大家发现都相当近似 你无论是看英国、美国、法国哪个媒体 除了一些比较公信力大的 会比较保守一点点 其实都是差不多是千篇一律的新闻稿 所以整件事第一都是令人担心 但是亦都看到哈马斯已经很熟悉操作这些媒体的情况 另外亦都看到那个医院 在炸之后 他们很快就安排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你看到有医生团队就出来 另外在麦克风前 就有两个受害者的家属 一个还抱着一个婴儿 疑似带血 这个情况我想大家会想起 当年有位小朋友在沙滩 最后死亡的画 就是那个照片 那个影像的震撼很大 是否又再重复这种影像的震撼的形式 去分析到很多全世界的网民等等 你发现这些操作 就好像在伊斯兰的世界是比较少的 那么有系统性的那种创作 你看到第一时间 集中很多不同的尸体去拍摄 我们也不可以说 这个如果是一个惨剧 就完全是一个老作的事情 但是如果以一个恐怖分子 就是我们的哈马斯 他们可以做到在这么危急的时间 都可以这么整齐去发放这些消息 我觉得事实上 可能连很多 可能美国911的时间 都未必能够做到这么整齐的情况 如果我们当时去看 所以你说 会不会是背后 就是可能首先一个精心策划 或者 就是临时改变的时候 他们都立刻去做一个应变的状况 就是说误诈的 我不可以说他特意的诈意愿 但就算误诈 他们都可以第一时间去做到这个回应 这个都是我们 当然会担心一件操作的事情 所以今次哈马斯 他很明显就是 虽然他发动了恐怖袭击 大家都验责 但他既然可以拿到 加沙200万人的同意 就是管治了这么久 也都在加沙地区里面 始终都有一定的信任 可以令到某部分的居民合作 配合等等 然后再做一定的媒体操作 其实都是令到我们比较担心 今次那个风潮 就倾向会造成那些族群的撕裂 或者你说去到就是令大家觉得 是反犹太的情绪会高涨 那始终反犹太这件事 其实都在欧洲地区都很常见 那会不会再触发到更多 就是对以色列不满的情绪 那绝对是会影响到 就是现在在中东地区的和平 就是包括西岸这边的自治 黎巴嫩那边的进击 或者我们讲到可能是 甚至乎是埃及都很担心 就是那个战火会不会 漫移到埃及和若旦那边 所以他们都 两边的领袖都有开会等等的情况 这个可能都 你说是不是哈马斯的算法 现在我们看回遲 就是包括他们之前的operation 就是怎么样去分发那些 集击的计划给他们的战士 就是包括以色列的坦克是怎么样打的 等等这些这样的策略 我们都看到他们都有分布到这些计划 还有另一个 topic 我想我们要之后再讲 就是哈马斯怎么去训练他们的部队 使用无人机 这个也是这次是令到以色列一个操守不及的一个很大原因 甚至乎他们懂得用无人机攻击以色列的坦克 看到他们的影子好像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坦克 那种熟练程度 实在是令我们遇上不到一个恐怖组织 可以训练到这么有质素的反击 所以这个部分 可能我们就再和Simon 一个系列去讲 土法连降的系列 会和大家讲 所以到这里 不畏然 这次哈马斯给了我们太多的震撼和太多的意外 当然有些是没有意外的 就真的拿人民来做肉囤这些恐怖主义行为 这就是千古不变的 你说他遇到一场 慘劇之后 这么整齐可以表现一个媒体的计划 这个我相信他一定有演练过 就是你说 他整个操作 他都预期了耳军一定会反击 反击一定有平民死伤 所以你说一有平民死伤之后 他应该会找些什么人出镜 然后联络什么媒体 然后什么角度 这些他一定是重复过的 至少他连整个战争操作都这么 他说现在计划了两年 这些支撤反而不可能是没有准备的 始终整场都是一个综合战 但最后一个问题今天想讨论 就是说经过这个惨剧 以军是否有些进退质据 他最初那几天是行动非常迅速 全国后备军召集了 然后说明打开口牌 快要冲进去 叫加沙北部的人撤退去南部 之后又延迟了 又说天气问题 但是天气过了这么多天 你还是天气 解不通 他现在是不是有某些原因 令到他的行动没有那么迅速 怕有更多平民死伤 失去了国际的同情 然后受不了 因为拜登访问期间 免得令他尴尬 还是有其他因素 令到他现在还没有冲进去 我相信如果以色列 他自己国家的考虑 就是他的三大目标 我们经常都说 其实应该早就要冲进去加沙 因为我们说拯救人质 如果那个时间越久 其实你那个黄金拯救人质的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如果你说去到现在 去到第十二、第十三天 现在就两个星期 都还没有真正拯救到本地和外国的人质 我相信人质的家属 心理等等都很崩溃 这个也是对现政府的挑战 但是另一个就是有更大的危机 包括外国的传媒 和外国都是在说人道危机 尤其是加沙的二百万人的未来和现在 应该怎么处理呢 那以色列政府当然很难 给出一个很具体的情况 那这个也都令大家担心 就是会不会有很多的战火 那种的collateral damage 所以我们来说那个附带的伤害呢 很老实以二百万人口 就算你是有1%的附带伤害呢 你都在说最少都是两万 可能四万人 其实这个绝对是西方来说 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 但是如果始终这一场是战争 那大家也都知道战争 是一定有collateral damage 大家看看乌克兰战争就能看到 就是究竟有多少附带的伤害呢 会出现呢 那当然这个呢 是你说要减到很低 低到可能几百人几十人呢 其实根本是一个奢求 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 那以色列是很清楚明白这件事 所以他一开始很想是快刀斩乱麻 立刻出动到地面部队 立刻解决 但是真的很明显呢 就是被拜登阻止了 那当然你说也都可能是 我们说在整个北约啊 或者可能法国德国啊等等 其实他们都就是 当中会有他们那个的影响力 在那这样 Anyway 现在看到就是西方 那个人民主义的精神呢 其实这次呢 就真是跟以色列呢 他们那种呢 雷厉风行那种的作风呢 应该是撞到双双声的 就是说以往呢 以色列呢 开入加沙呢 其实他们当然都会有些反对声音 但是呢 其实他们以色列的居民呢 似乎都已经赋予了他们一定的权力 就是入对加沙 我就只眼开只眼闭啦 你怎样对人我就算啦 你欲酸些 不欲酸些 我们都无所谓 最紧要你真是把那些恐怖分子清剿了 那我们不用整天吃他的火箭 那就不用整天都担惊受怕吃惊风 那这个就是其实我们观察长年以来 都是以色列里面的那个政治现实 但是跟现在出面呢 就是国际的那个看法 就是我们说普世价值一冲撞呢 其实你有看到呢 就是在中东成长 在中东大的那些居民 其实他们那个心理状态呢 我想跟我们这些承平已久的人呢 那种普世价值的那个心理状态 相当之不同 就是我们说他们呢 就是比较是主要是真的做到是一个是很报复心重 和那个安全的意识呢 或者我们来说患难的意识很大 那所以如果去到这样呢 我相信现在是双方的摩擦是没办法解决的 甚至乎以色列是不是真的现在还可以用回 他原先的plan去进攻加沙呢 现在都是有些是令人担心 就是说刚才说的小中大的plan 是不是真的做到一个大plan 可能他们都要被逼去改变他们现在进攻的计划 就是很可能呢 他们由大plan 就是我们估计呢 中plan要改造一个小plan去进行呢 都不出奇的 那刚才你说过几个场景了 但是你说如果是担心过多平民死伤 受到国际舆论责 那你今天去和10日去 他一年后都是会死伤的 如果你说他的plan 由大plan 修正到小plan 那就做回以前的常规 可能是定点斩首 然后炸总部 然后就回到去 就当做完一件事 但这个是跟随不了哈马斯的 那现在是不是面对一个两难呢 就是你大动作 可能全世界民情会反弹 但连美国都不想 但如果你少收小报 其实就做不到那个所谓震接的效果 哈马斯又会宣称胜利 那现在这两难中间以色列可以怎么做呢 现在这个状况呢 事实上是很头痛的 就是你说以色列如果他放弃 今次大打的plan 但其实他已经死了 说的是1300位 无论是士兵加平云 这个也是对他们来说 是一种911的事件来的 那如果在国家遭受到这么大的苦难的时候 那正义都仍然得不到伸张 就是在以色列的角度 那就是他们究竟是害何从呢 首先第一就是现界政府的受的压力很大 那所以如果你说去计算他们的政治前途 那照道理呢 始终选票都是自己的国民手上 那尤其是呢 我们说到爱塔利亚湖呢 就是他本身受到的政治压力很大 就是那个司法改革呢 其实都令到大家呢 就对他的民望都做到很低了 那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麻烦的地方 那但是你说呢 不顾呢 国际之间呢 那个做法又好像不行 所以现在呢 那个折冲的办法呢 我觉得呢 他都真的纯粹就是说 例如说在那个埃及的边境 他终于呢 都是容许 那个的联合国的资源呢 就进去 那就去支持回加沙地区里面的居民 那些基本的日常需要 但是其实以色列都仍然是很担心呢 第一个就是 哈马斯呢 他们是会得到了很多额外的资源 就是呢 其实以色列呢 之所以是将他们做封闭 就是不想呢 哈马斯得到那么多的资源呢 就令到他们呢 在围城战里面呢 最终呢 资源不足够 最终呢 他们都是要被迫 和他们出来决一死战 然后呢 就被以色列的军队呢 就是做过遗签的情况去做 但是如果你有那么多的平民呢 就是资源在那里 那会不会就是他们会抢掠啊 偷骗拐骗 去拿那些资源来 继续去支持他们 可能在地道里继续去作战 那这些就是 就是没有得完的一个战争 会变成了 但是其实呢 以色列呢 都做了妥协的了 就是说 你这些资源可以进来 不过就尽量不要给哈马斯啦 那其实都已经是 就是一个姿态 大家都知道 如果真的要打劫 都没办法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呢 就是以色列做了一个妥协 那这个呢 第二个就是 你说怕不怕是那些平民呢 就是他们可能那些 哈马斯的高层 或者里面的恐怖分子 扮平民走呢 那这个呢 就不担心 就是以色列他不怕 因为埃及怕过来 那埃及呢 就只可以因选到 一些双国籍的人才可以离开 那他们不接受巴勒斯坦人 那虽然他又不是太担心的 以色列说怕他们会离开 甚至乎 如果你们永久离开 就更好 那虽然对以色列来说 始终都是 一天还在 哈马斯的高层 他们仍然是要想清早的办法 那嘛 所以去到最后呢 我觉得那个planning 他们可能要改 就是原本我预计 因为他们是一个大打的形式 可能现在要变成中打 就是说可能呢 就算不是整个加沙 去将他们追杀 都要将他们驱逐 去一个小的地方 例如说 将在图以色列接约的地方 尽量距离 即是说尽量由加沙城的北部 将他们距离 距离去到呢 可能是加沙城的南部 这样的情况 所以就 我估最后接触的方法呢 就是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 就已经是去到加沙城的最南端 假设 就去到一个 尽量是令他们远离加沙 大部分的人 就令到他们的资源 非常贵乏 亦都去打击他们的地下网络 我觉得是 这个已经是以色列最后 就是他们能够妥协得到的底线 明白 我想在目前的情况 变数还很大 最重要是看以色列冲进去那一刻 那个姿态是大中势 他想在最后妥协之后做到哪一样 我想到其时 我们又可以讨论一下 战场上和战场外的最新形势 我们今天可以先谈到这里 谢谢Naria 好 别客气 香港人还可以在哪里看到新闻呢 眼见记者的流失 编制的减少 资深记者的离迹 令到新闻资讯开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资深记者 分析完单新闻 播出街的时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这里 我愿请大家支持我们 堅尼地球的制作团队 简单透过一个like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动向和资讯 如果大家行有余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YouTube频道 去收听我们的深度分析和专访 多谢大家